大家好,我是蓝字王 今天我们来讨论这道setmetrics0 题目要求非常的简单 我们给一个m乘n的metrics 如果其中一个这个元素是0 那么它整个行和列都变成0 要求是呢,我们要inplace去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这样的metrics0 好,把这个先改一下 这个变成0 好,这道题的思路呢 因为我们要做是inplace去做 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数来看 当我们发现一个0的数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整个行,整个列都变成0 但如果我们实时的去做 那么它后面这些值都会变成0 这显然在我们变力到后面的时候 就会造成我们这个运算的错误 所以这些值我们暂时是不能变的 不能改变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的思路就是 我们利用第一行跟第一列 作为我们存储结果的一个临时的位置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0的时候 我们把它对应的 第一行的这个位置 和第一列上对应的这个位置 把这两个数变成0 然后在我们第二遍便利的时候 只要我们 我们就便利第一行第一列 然后发现0 我们就把整个一列都设成0 发现这块有一行是0 我们把整个一行都设成0 这是在我们第二遍便利的时候 第一遍我们就是改这两个的值 好 那有什么特殊情况需要我们处理呢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矩阵是这样的 在我们碰到这个0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行变成0 那是不是我们需要把这一个值 左上角的数变成0 但是一旦我们把左上角的数变成0 在我们第二遍便利之后 我们会把它对应这一列 全部值都变成0 这显然是不对的 所以在对于这个位置啊 我们需要进行特殊的处理 我们可以定义两个变量 叫比如说first row 0和first colon 0 意思就是说第一行是不是全变成0 第一列是不是全要变成0 好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就应该是 先扫第一行 看看有没有0 如果有0的话 意味着我们的第一行 都要变成0 就变成true 而不是把这个0放在这个左上角的位置 然后便利第一列 看有没有0 如果有0的话 就把first row 0变成true 好 做完这两个操作以后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位置 11这个位置 开始进行便利 如果我们遇到了0 我们就把对应位置上 第一行的对应位置变成0 第一列的对应位置变成0 这个同样啊 任何位置都是改变第一行第一列中对应位置的数 在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呢 就是要改变这个matrix的值 要去set0 这时候我们先便利第一行 如果发现有一个值是0 我们把整个这一6变成0 把这个colon所有的值都变成0 然后呢 我们便利这第一个列 发现某一个位置上是0 我们把对应的这一行的值全部变成0 好 这一步做完以后 我们再看first row是不是0 first colon是不是0 如果first row是0的话 我们把第一行所有值变成0 如果first colon是0的话 把第一行第一列所有值变成0 然后这道题我们就做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好 这就是我们定义了第一行第一列是不是0的这个boolean的这个变量 这个就是为了处理左上角这个特殊位置的而设的这两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便利第一行 然后看第一行是不是0 含不含有0 然后同样啊 这个是对第一列啊 进行是不是全为0的判断 然后下面这个复循环 就是从11的位置开始 然后进行这个检查 如果某一个位置是0的话 就把它对应 第一行第一列上的位置都设成0 好 这一步做完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便利第一行 然后如果相应位置是0 就把对应那一列所有的元素变成0 这边就是便利第一列 如果对应位置那一行 对应位置是0的话 然后把对应的那一行的所有元素变成0 最后就是检查第一行是不是全是0 然后第一列是不是全是0 然后我们来 把相应位置上的值都变成0 然后做完这几步之后啊 我们得到新的metrics 就是我们按要求这个set成0以后的这个metrics 好呢 这道题的方法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加我的微信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